马总统,你以总统的身份去见一些不应该见的人是失格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紧扣马总统会组头世界 先和时事搭桥梁下马威再拿出数据 一刀刺破马政府三年前的承诺 每个月每一个人有五万块钱的收入吗 如果有的话就请您快快乐乐的投票给马总统 您执政不过四年就负债长达高达了1.7兆 每一位出生的婴儿一出生下来就要背负债务80亿万 堆起数字拉起高度点出台湾经济衰败问题 宋楚瑜不止佐达马英九执政无能 还要右攻蔡英文选择性失明 蔡主席特别提到就是金融改革 他认为是在民进党执政之间的政绩也不对 那是台湾真正的一个羞耻 二次金融改革好多人都进了监牢 第三势力宋楚瑜炮轰蓝绿没包袱 但谈到台湾经济发展 老省长依旧要老化重提 马主席刚刚讲的他的政绩 是民进党所打下的基础 不对 是蒋经国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 当年所打下的基础 追随蒋经国脚步一直没变过 宋楚瑜更要奋力一搏 披码打菜扭转小三民调 辩论舞台发挥老管家的办事效力 展现老省长的群众魅力 三星新闻成立国白桥 因台北调报道